有一個貫切 就在大台北地區的大型連鎖 鎖食店 咖啡店 一直在偷人家的財務 手機 因為他偷了太多起的案件了 警方特別製作了專刊來抓人 好了 日前巡邏員警逮到他的時候 他口袋裡面手機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他都不接 原來都是手機始祖打來的電話 讓他想賴都賴不掉 白衣中年男子坐在咖啡桌 沒點餐卻一直躁動 原來他已經鎖定另一桌子上的包包手機 還特地下樓確認主人還在排隊點餐 先秒廁所出來 馬上拿走包包立刻閃人 他就是進來偷遍大台北各大速食店的囂張竊賢 從2月開始 出貨在人多的速食店跟轉運站 趁人站離去廁所期間 次數爬竊行李手機 落網交保後 人繼續再犯 這回還露出馬腳 前半被警方逮捕的時候 身上的手機正好響了 他卻不敢接電話 原來是手機主人打回來找電話 一通電話就讓他百口莫辯 光三四月他就至少犯案三十件 得手超過三十萬元 警方鎖定他濃眉外表 跟總是穿白外套的特徵埋伏速食店 將他以現刑犯逮捕 他的手機就一直在想 所以同仁回來就請他回播這個手機 結果被害人就是 就是說他剛剛被這個切嘴拿走 只是這回嫌犯人裁定交保 恐有再犯之餘 民眾進出公共場合 可能還是需要多加提防 記得劉淑瑞之館展 台北報導 還有他